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呢有优这个字 然后这个优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有点类似你们在practical test 2018看到的那个比较粗体的字 我现在这边只有一个字 然后呢这个粗体的字呢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呢包括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首先我把我的这个forground color换成黑色 只要你按一下这个旁边的这两个小格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样子 好那我在这个优字上面呢我不想去改变我的这个字不要碰到它 我就会开一个新的layer在它上面OK 那你要把它叫做shadow也可以或者是fold 我把它叫fold因为它是折痕嘛我想要做折痕的效果 那折痕的效果怎么做呢 首先我用那个polygonal lasso2 然后呢我把这个局部放大 然后我就开始在我觉得会有折痕的地方呢开始就是画出我要的区块 好大概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想要就是画出那个折痕阴影的部分 好那这个fold这里呢现在就有了这一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要用的是gradient tool 这gradient tool按进去之后在basics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黑到白或者是黑到透明 我就选这个黑到透明好了 这个一格一格就是透明的意思 所以呢怎么用呢 所以它的开头在这里 然后尾端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它就是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黑色就会很多 可是我不要我黑色从这边开始 它就会感觉上我现在command z 就是从这边开始所以它黑长在这边 然后它的透明就出现在这边 所以总之我拉的线多长呢 它就是建成的距离有多远 好所以这个样子呢 我就已经刚刚好把这边弄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deselect ok这里就弄好了 然后如果你连这里也要弄的话 也一样我们就用回这个polygonal lasso tool 然后呢这个部分ok好 所以现在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黑到透明 所以从黑黑我们把它藏在这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透明在这里ok所以这样子也做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去稍微的点击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来拉远了来看 所以这样子就把我们的这个折痕给做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做折痕的方法